做任何行都是 當然是想有些名人來光顧你 香港最大的那邊就是港督 告訴別人我和彭廷康做事要排隊跟著 我姓李 李耀翰 永經長馬駕 我由十六七歲就開始做這項 現在大概做了四十年左右 那時候我小時候就在中環威廉康街 隔壁左右也有很多商家店 十幾歲開始在我爸的店舖前面 隔了一小小的 就開始做坑 任何一張畫畫畫之後 都不可以用膠紙瓷上那一棵牆 最後的步驟就是要雙方 這樣才叫做完成 我們就是最後的八關 所有藝術品都是一樣 就算你這個雕塑很漂亮的話 你不會就這樣放在那裡 你都要用一個座位來坐著它 如果你怕人鬥的話 你還要整個玻璃箱裝著它 將一支木切去角度 然後就配一件玻璃配一件底板 如果你有紙卡圍著的 就要加上紙框 就像以前歡樂今宵說 創紀錄那樣的搞法 就十萬八分鐘就搞定了 就變得傷氣了 但是有些複雜的可能要搞幾天 有一天有個黃觀車停在我門口 有個女人走下來 我都不認得是為了說服她的 她走下來就OK了 她做框 我就招呼她了 拉尾才見到手上黃觀車的公公 這個是女主婦人 她幫襯了很多久 她來任都還會幫襯我的 中華剩下四間 四間五間左右 現在有些搬遠了 有些人搬上樓 有些人一直這樣做 以前就很瘋狂 不知為何 或者年輕 可以一天做十幾個中華 現在就不行了 差不多這樣上京就累了 以前最高峰期內有火器有東西 一日雙百多張畫 現在就沒有那麼多給你做 現在二十三十張左右 已經算是剛剛夠了 做些事覺得一隻手有點麻痺 立刻去看醫生 醫生中風 行行行行 不過你認真做些事 都差不多接近一年左右 你怎麼可以放棄呢 你有決心去做一件事 實在也沒有什麼難事 是要給點時間 最重要的是 有時間有空間 你才能搞到